颁发助学金的地点 就选在离此机会所不远的离来初中 50位助学生陆续抵达 发放仪式简单但深复期许 志工也借此机会宣导环保的重要 住在这里的居民生活较为贫苦 志工特地来助学 鼓励大家做好事并不难 除了保护地球 有心人人都可以付出 不只是给予助学金 还有人文教育关怀 要陪伴他们长大成为社会栋梁 大爱新闻志工江文新 越南报道